中华市立道书館的文章 從今天開始是來基盤水白尾班 五金盆蘇星的新歌店 電視台利用包括到山水月 文化圍丁丁的作品 而且這些月都是由55歲以上 跟一月度的人所創作的 雖然說年紀是都超過50歲以上 不過大家也是真有創作的 也歡迎大家全翁來分享 月數是沒分年齡 階層只要睡喔 其實大家都可以進入四月世界 而且透過經驗的日子 在月數一樓有優秀生長 吳金盆老師說 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和學習 幾乎漸漸進步以後 學會和教育技術要糾索幾筆 就可以學出一百 只像今天一樣的作品 而且學員在認真合時後 越來越是越有生長 這次的特色就是送福給各位 因為以前我們都是畫扇子 那後來學生跟我講說 老師我們為什麼不送福 後來我就想到說 有葫蘆我們就來畫葫蘆送福給大家 因為又是接近過年嘛 送福給各位 給所有的親朋好友 這個就是我們的理念 因為這次月燈是最大的難得 所以祈公秀朱領秘書張台臨 歡迎大家擁有前往欣賞 末畫班的成員 年齡都是在55歲以上 這個都是很難得 那吳老師也告訴我說 為什麼這一班會成立呢 就是因為他們這一班的人格特質 都是怎麼樣呢 有創造有理念喜歡畫畫 所以吳老師很不簡單 他把它組成了一班 所以一班裡面 真的你剛才可以看到 他們的學院裡面 當場揮鴿 除了當場揮鴿 誰春年以外 還有 有一個作品叫做 買一個葫蘆 花婦 我們大家說這種都是吉祥的一個東西嘛 在過幾天就是鼓勵春節 在今天開幕電影中 在電燃圍之外 也還有應景送福、葫蘆以及春年給大家 當時在現場來消磨比里大政賞 新中華新聞白銘臨 中華蔡翁報導